穿著淺色上衣的男子 走進廟裡點了香 就像普通香客一樣 拿著香對著神明拜拜 但是接下來行為很詭異 不停回頭看著桌上的功德香 還湊近鼠看看 裡頭有多少錢 之後再假裝若無其事的 走到其他神像前 繞了一圈敗了一輪 在現身時 手裡拿著藍色的布 蓋住功德香一把搬起 準備拿去廁所撬開功德香 竊取現金 牙克力材質的功德香 原來這麼堅硬 男子沒有工具 只好放在廁所馬桶上 想要用腳踹破功德香 但沒想到 居然連馬桶也被踹出一個大洞 讓廟方人員簡直傻眼 帶如意 他突然間也感覺非常的訝異 你怎麼會將馬桶帶踹破 42歲的圖姓嫌犯 上演這場烏龍動作片 讓警方也忍不住笑出來 嫌犯坦誠 本來想要借力使力 破壞功德香 沒想到搞出這麼大一個洞 嫌犯得手金額大概只有1000塊 但修理馬桶整座更新 也要將近1萬元 讓廟方人員忍不住抱怨 嫌犯沒事找麻煩 真的氣死人 記者侯國文嘉義報導 記者様